很早以前就听说过刘希军这个人,但是没在意过他是谁,也听过很多次我很快乐, 却不知道这首歌就是刘希军唱的,直到看了最近一期的金曲咯, 才第一次认识到原来他就是刘希军,一个长得挺漂亮,唱歌也挺好听的女孩, 但是不管是外貌还是歌声都没给小编太深的印象,唯独刘希军那双眼睛让人很难忘记, 说实话,小编总觉得他的眼睛缺乏了点灵气,带着点死气沉沉的感觉, 看着小编有点心慌,为此小编还刻意搜索, 那一下刘希军的眼睛才发现有这种感觉,那并不是只有小编一个人, 很多人都在网上提问,为什么刘希军的眼睛看着很吓人, 甚至有帮有陈之位死于小编并不是在尬黑, 才第一次认识,他不至于专门来黑他, 只是说出了第一次看到刘希军的感受, 分析一下刘希军的眼睛, 会发现他的眼睛较长人要突出一点点, 黑色部分要小一点点,而且不太灵动,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他的眼睛看起来有点吓人, 刘希军从2009年参加快乐女生, 获得全国五强至今已有九年时间了, 也出过几张专辑,也有传唱度很高的我很快乐, 然而刘希军始终未能真正大红起来, 这背后或许有很多原因, 但是肯定有一部分原因是那样一双眼睛, 那是能让第一次看到,他就产生害怕情绪眼睛, 如果抛开那双眼睛, 刘希军的眼值是可以排在历届快乐女生前列的女神级人物, 最后,如果有刘希军的粉丝感觉到冒犯, 还请多多包涵,小编真的只是客观描述, 第一次看到刘希军的内心感觉并无任何冒犯之一。